今個星期講超聯戰報 看看王三的李文鬥講會 埃華頓送個球入禁區 一片混亂下由河西安組射入 九分鐘線開記錄 一分鐘之後有王威接應安里亞傳送撞入 李文輕鬆鬆贏到2比0 安里亞入球一樣碰 套過出來封位的門帳之後再加一頭 為李文55分鐘贏到3球 邁亞出營同隊友炒一疊 將喜然輕鬆射入空門 84分鐘為李文鎖定贏4球圓場 在積分榜2分領先結智大踢多場 白生的結智在另一場鬥進風 5分鐘就靠著迪美路夫頭錘先開記錄 二告薩托尼送給基爾頓 禁區起腳得手 17分鐘結智贏到2球 開出各球後禁區一片混亂 最後由羅素送個球入網 21分鐘贏到3比0 直至落後3球 進風的球員都沒有放棄 李倫權球不著地抽入 28分鐘的這一球靚球 為進風最近成1比3 不過查理史葛的重炮 結智82分鐘入第4球 最終4比1贏進風 轉看六三的大埔 鬥北區 他們40分鐘先失球 朱衛軍接應隊友第一時間射入 不過大埔只用了2分鐘就追平 加比爾接應比迪高開出的角球頂入 換邊後只是1分鐘 比迪高就為大埔反超前2比1 在原場前5分鐘 雷仙奴面對門將冷靜射入 大埔結果贏3比1原場 而東方就5比1大勝流浪 告訴巴耶夫接應余在賢的罰球頂入 19分鐘東方領先1比0 流浪的臨堂真回傳失誤 滿將羅消奇擋到一下 但就擋不到第二下 巴科爾乖巧射入空門 東方39分鐘領先到2比0 余在賢第一下射門被門將擋到 但還有巴科爾協助東方帶著3球優勢返回更衣室 流浪在59分鐘靠著神田夢實射入12碼 最近成1比3 不過去到保時階段 東方連入兩球 先有余在賢射入12碼 加上小將吳宇希埋債 東方大勝5比1原場 最後看綠色3的深水埗 他們面對著U23 鄧家接應傳送頂入 19分鐘為球隊先開紀錄 對手宏海自混亂間頂入自己籠 令深水埗在34分鐘贏到2比0 林鶴希在63分鐘一度為U23 追近成1比2 不過宋柱號81分鐘入球 為深水埗贏3比1原場 附近成1比4原場 在1比3原場上 附近成1比4原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